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通过一个案例分享 来区别一下EB1A还有N2W申请的侧重点有哪些不一样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会同时申请EB1A还有N2W 在一些申请人眼里面 这两个申请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可能在材料准备方面就不会做区别对待 他们觉得只是批准率和批准的难度有不一样 这个不完全正确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客户问这样的问题 比如我现在做的工作还没有发表 应该应该在申请里面强调这些工作 或者我换了研究方向 我以前的工作有比较多的文章 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文章发表 但是现在的工作还没有很大成果 那我的申请应该侧重于哪一个方向 那对于这些问题 其实本质上都在考虑我们的EB1A申请 还是N2W申请他们的侧重点 总体来说呢 EB1A针对申请人已经取得了成就 它需要满足结束人才的要求 所以我们往往Claim的项目包括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Major Significance 那需要申请人做出一些有影响力的工作 但是N2W呢是针对未来的工作 Proposed Work 所以它的要求里三条 第一条呢就是说 Proposed Work需要对美国国家的有益 Proposed Work has both substantial merits and national importance 第二条呢是你是不是适合你Proposed工作 Are you well positioned to advance the proposed endeavor? 那你以前如果做出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工作发表 那可以说明你适合这项工作 但是适合这项工作 并不一定要求你已经做出了成果 所以这是一个充分不必要的条件 那第三个prong of N2W application呢是说 Unbalance is beneficial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waive the requirement of the job offer and labor certificate 通过一个例子我们能更好地了解 这两个申请有什么不一样 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位申请人 他是Hustle的一个住院医生 才获得MD学位做的肿瘤研究 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放在临床工作上 所以他发的文献比较少 总共有四篇文章发表16次引用 那他初次提交N2W的时候呢 就收到了一个Notice of Intent to Deny 因为这个背景16次引用四篇文章 没有特别多的媒体报导之类的 那他放在总统研究上 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背景 那您可能会觉得他不满足N2W的要求 那我们在回复这个Notice of Intent to Deny的时候呢 就不能按照EB1A的思路来准备 因为他确实没有特别有影响力的工作 但是针对N2W的三个prong 我们可以去相应做解释 比如说第一条我们要求他准备了一份research plan 详细列出了他目前正在工作的一个项目 以及未来可能从事的一个项目 列举了一些research project 以及这些research project的funding情况 然后第二点呢 我们强调了这个申请人的综合素质 他们哈佛获得的MD学位 然后呢他的工作是临床结合科研的 那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有一个很好的研究院 有结合了很好的医院 有这么多的临床数据可以采集 那最重要的是呢他propose的这些项目 已经获得了经费 然后这些项目的PI呢 都是一天内非常有名的研究人员 比如说院士之类的 那有这些推荐信啊 还有他propose的项目的方定支持啊 再加上他的这些项目里 已经做了一些前期的工作 所以无疑他是最适合继续做这个项目工作的人 所以他就是well position to advance the proposed in Denver 那当然notice of intent to deny呢 也提到了一些这个申请人的其他问题 比如英文官问到这个MD学位 到底算不算advanced degree 还有他现在的临床工作和研究工作的时间分配 是不是满足这个researcher的定义 那我们都在回复里一直做了解答 所以在我们的回复提交以后呢 他的NIW申请就顺利批准了 那这个案例说明呢 申请人申请NIW 他背景不一定需要特别强 但是需要能够结合自己的有一个条件 说明自己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propose work 然后他为什么适合这个工作 然后这两条满足了以后呢 第三条unbalance的一条也就比较好满足了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呢 我们回到一开始提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申请人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 他没有发表 要不要去强调这部分工作 那如果是EB1A的申请呢 我们就建议不要强调 你可以提一下 但是不要重点的说 因为没有发表的工作 大家也很难知道 所以很难说明他对业内有什么影响力 但如果是NIW呢 你就可以提到这部分工作 因为他算你的propose work 肯定可能currently或者in the near future 你都会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那你可以强调一下这个工作的意义 那对NIW的申请是有帮助的 那再比如第二个问题呢 如果申请人换研究方向 那原来的研究方向跟现在的不一样 原来的工作比较有影响力 但现在的工作呢 可能是最近三五年不会变的工作 那你到底需要强调哪个方向呢 那如果你是申请EB1A的话 你还是要claim你有影响力的这个研究方向 然后把你现在的工作作为你原来的 有影响力的那个工作方向的延伸 但是如果呢 你申请的是NIW呢 那你就可以claim这个现在的工作作为area of expertise 然后呢原来的工作以及他们的成果 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证明 well-positioned to perform the purpose work 那么具体在操作上呢 还是有一些出入 因为根据申请的背景不同啊 他申请的工作类别有不同 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就联系我们律所 我们来给你们做评估 谢谢